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犯罪心理学的课堂 我们继续学习性犯罪心理 我们学习一个特殊的一个专题 叫儿童性侵犯罪人的心理 那么这个概念和我们平常所理解的 恋童癖是一致的 当然我们这里所介绍的 儿童性犯罪心理 还包括更广泛的一个范围 恋童癖它是一个典型的 被标定为性变态的一种心理 那么我们这里所涉及到的 儿童性侵害犯罪 也可能包括一些 还没有达到临床上所界定的 我们这里所介绍的儿童性侵犯罪了 也可能还没有达到 临床上典型标定的 恋童癖的症状 但它们在心理的反应上 非常相似 所谓恋童症 它实际上广义上 并不完全是指侵害的对象 是儿童 也包括部分的青少年 所以这个恋童症 主要是指性 没有完全发育成熟的个体 受到了侵害 这么一种情况 那么 从令同症的角度来说 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 性变态的反应 是性对象上的一种偏离 它并不是指向 成年人的性的偏好 而是指向儿童少年 这个特殊群体 那么犯罪人 从现在发现的 恋童症的患者来说 它这个群体 主要是男性 主要是男性 也就是说 绝大多数的恋童症患者 都是男的 并不排除 有极少数的女性 也可能是恋童症 这种犯罪人 从年龄分布来说 它比传统的 我们所理解的性犯罪 年龄要偏大一些 我们知道 一般的性侵害 强奸犯罪人的 大多数 都是在30岁以下的男性 而恋童症患者 大多数是36到50岁 其间的男性 这是有典型区别的 就在年龄的范围之上 那么恋童症的发生率 有多高了 西方的一个 临床上的调查 发现 受害者的角度来说 从受害人的角度来说 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女性 有十分之一左右的男性儿童 会成为受害的对象 就整个推论出来的发生率 还是很高的 正如普通的性犯罪案 有很多的隐案一样 也就是说 也有较大部分的儿童性签案件 没有得到向上汇报 也或者说 没有成为案件的立案 也就是说 大约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 受害儿童向外报告 里面的原因 和普通的性侵害案件 这个原因很相似 比如说 他自己 家的儿童少年的生育受损 影响他将来的心理的发展 或者受到更多外界压力的消极影响 以及甚至包括 不相信司法机关 能破这些很怪异的案件 还有个原因 就其中有一些令同证 它可能是发生在自己亲属之间 或者独特的身份地位的人身上 所以这个也可能是导致 案件没有展现出来的一个原因 那么这种独特的犯罪人 和被害者之间 和其他的关系不一样 甚至他们在没有揭露出来 这种犯罪事实之前 会感觉到 这个犯罪者和被害人之间 有一种特定的关系 甚至是可能是关系比较好的一种假象 比如说 出于某种关系 还保持着某种联系 甚至是本身 平常的生活学习 或者工作当中 本来就保持着关系联系的 甚至是有一些被害者 是得到了所谓 犯罪者的某些帮助 或者说指导 当然也曾在做 一种比较隐蔽的受胁迫的形象 但这种胁迫 从一般人感觉上来说 它不具备明显的暴力倾向 在1965年的时候 有一项规模比较大的调查 关于美国西部的一个调查 当时得出的一个汇报的数据是 在五年之内 异性同性恋发生率是这么高 累犯率 就诚心犯罪率是这么高 而同性的 恋同症患者的累犯率是这么高 这里什么意思呢 就是恋同症犯罪者 有可能是指向的是异性的 儿童少年 也可能指向的是同性的 而且在指向同性的 这个对象当中 它的累犯率是更高的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它对侵害的对象 既可能是指向异性的 也可能是指向同性的 这么一种状况 那么如何来解释 恋同症在一些特殊人群上 出现的这种现象呢 这种行为 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 就要一旦这种行为的发生 它都被认定为犯罪 无论犯罪人与被害人群 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 建立的关系 只要发生了这种 性的侵害行为 都被标定为 是很严正的犯罪 那么如何来解释这种现象呢 西方比较代表性的是这么四种 其中一种呢 是来源于叫精神分析的传统看法 核心的观点 是认为这些犯罪人 他的人格发展当中 没有胜利地发展起来 或者称之为人格发展阶段上的停滞 就他人已经长大了 是成年人了 但是在特定的性的意识这一方面 还是停在比较年幼幼稚的状态 就是说这个特定的成人 他的情绪需要和儿童的特点是相吻合的 所以这种情绪吻合理论是说 这个犯性犯罪人 只有和儿童少年的性对象相结合的时候 才能产生他一种满足性的情绪 那么性唤醒理论是解释性的唤醒 受着儿童时期的经验的影响 当他成年之后去接触到特定的儿童少年的时候 能产生一种高度的唤醒状态 对性的唤醒 性的设范是指向这么个特定的人情 而不会指向成年人成熟的个体 这也就是说他更加强调 一个个体在成长过程当中 他这个儿童时期的经验 就在这个时期 比如说他在儿童时代和他的同伴 很兴奋的一起交友的过程当中 产生了一种牵强互惠的体验 而这种牵强互惠的体验 到了少年时期 到了成年时期 能保持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种人往往在和成人交往当中 不能产生这种唤醒 但它来源于 生理成熟的性唤醒是存在的 知识它指向的目标很特异 在成人当中 成人的交往当中 异性当中 同性当中 它不能唤醒这种性的意识 但是指向对儿童的时候 受到孩提经验的影响 产生了一种亲相互惠的体验 阻碍理论是认为 强调了社会关系的障碍 成人关系的正常性行为 与情绪受阻 比如说青春期的失恋 或者暗恋 或者受到异性的排挤 贬低打击 那么它在面对成人交往的时候 就产生了类似自卑感 自我贬低感 但他们和这个儿童上年交往的时候 因为感觉到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 他就更能战胜这种自卑 反复自己更能取得一种控制感 那么久而久之 他就把对成人的性的意识的目标 转移到他人为更能控制的那种状态 所以他的根本原因 这种阻碍理论解释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内心的自卑 挫败感引起的自卑和无能感 这种人更多体现的是成年这个人 他的人格不成熟 受错了 也可能他在某些特定事件当中确实受错了 但是在正常情况下 这个人可能会转移目标 比如说转移到另外一个成年的交往当中 但是这人能不能 我们称之为叫做获得性失助 就在这个对象像失败了 或者失败多次了 他下次就不敢尝试去和另外一个成年人进行交往 获得这种自卑 但是他为什么能转移到更年幼的孩子身上呢 因为他认为他更容易掌控他们 心理上更有安全感 久而久之 他的这个性的意向 性的行为 就可能转向到儿童少年身上去了 而成这个成年人的这个身上 已经完全剥离了 第四个呢 叫去意志理论 那么这个理论里面是强调的 外部情境 和犯罪合理化 也就是从认知的角度来解释的 就他在和儿童少年交往当中 他的自我的道德控制性 就叫降低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他更能放证自己的本能的欲望的满足 也就是更高位的 精神分析所称之被带的超我了 或者道德的意志力降低了 成人的脑神经的角度来说 就是大脑皮层的这种控制力降低了 更多于浪位于什么了 浪位于皮层下增书 比如说下丘脑 控制人的快乐增书 和性行为的那部分 皮层下增书来掌控 他所有的现实当中的能及交往 那么这种意志的降低 就正常下人是具有控制力的 控制力降低之后 他在特定的情境当中 就会诱发为 对这个特定儿童少年的一种性的兴奋性 当然这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 恋腾症这种犯罪现象的发生 在生理心理层面的一种诱因 情绪 生理唤醒 阻碍 人际关系的阻碍 和情境的诱发作用 那么这是一种理论 或者学术上的解释 更多我们理解了 是这个恋童症患者了 他不能从成年人的交往当中 获得性的意向的表达 或者一种自尊感 那么他久而久之就转移到一个认为 他更能控制 更能安全的 获得自尊感的 一个更弱小的一个群体 比如说儿童少年 他更容易去掌控他们 当然方法有很多 有的是诱骗 有的是恐吓 那么整个来说 他感觉了更能掌控这个群体 在这个特殊群体当中 来表达自己的性的意向 就从整体上来说 无论是生理学的唤醒 还是情绪的相吻合的程度 还是人际关系受阻 还是人的道德水平的意志力降低 情境的诱惑性 实际上可能是多方面因素 更能够作用的结果 这是在某一个个体身上 可能是某一个要素发挥的作用 更加突出而已 那么 心理学家叫格罗斯 他对这部分的人 大概区分出两种不同倾向的人 一个叫性压力 作为主导作用的 就是性方面受到了压力 最后把这个压力积蓄下来的消极能量 投射到儿童少年上了 所以称之为叫性压力 儿童性侵害犯罪人 另外一个是称上于暴力 武力来获得性满足的 但是对象也指向了儿童少年 称为叫性武力 儿童性侵害犯罪人 那么下面这种 前面这种我们说 用来解释他人际关系受挫 或者自卑感 比较好理解 那么下面这种 有点类似于我们叫 称之为叫略读性犯罪 只是这种略读性犯罪的目标 不是财产 而是他精神层面的 生理层面的性 那么他就选择了特定的对象 儿童少年作为获得这种 略读的目标 我们也称为叫剥削型 或者另外一个极端的 叫虐待型犯罪 我们可以联系到 近年来国内外在校园里 发生的很多类似的案件 性牵儿童事件 那么这些和儿童少年 有某种特定关系的人 比如说师教人员 甚至是神则人员 那么陶宝尔哈东少年之间 本身有日常的交往 甚至是这种特定身份的交往 学习辅导 或者说在神则的工作当中的 某些相互配合 那么这种 以这个作为一阵掩护 久而久之 这个真正的炼童症患者 通过胁迫 恐吓或者诱骗的方式 来和儿童少年 发生这种性的行为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施害者 实际上 对 儿童少年的 性的权力的掠夺 受害的这一方 并不是 积极配合 也不是志愿的 那么 往往是因为 儿童少年 害怕 恐惧的心理 没有像 及时的向家长 向社会 汇报出来 那么 使得 这种案件当中 往往持续的时间较久 受侵害的 频次 受伤害程度 很久 除了直接的 性的侵害之外 更多是 影响了这种 儿童少年的 身心的发展 是他 经常处在一种 很害怕 焦虑 也包括 自责的 这种 阴影当中 那么 也就是说 我们从真实的 案例当中 可以发现 虽然我们认为 炼成症应该是 很丑恶 很极端 但是应该是 比较少的 这种案例 但真实的情况 是如此吗 其中西方的报道 对这种案例的报道 相对比较多一些 而且采取的 法律的处置 也非常严厉 但同时也 包括一些影案 比如说 西方所报道出来的 在神职人员 利用唱诗班的 儿童少年 进行很长时间的 性的 猥亵 性的侵害 这种案件 也是存在的 我们国家 近年来出现的 这些 多起 这个校园当中 性侵 儿童少年的案件 也不在少数 从这个 现象上来说 确实是 在现代生活当中 这种极端的案件 并不是罕见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